好了刚才说到了小花姐姐卖东西会赔钱是吧 其实她这个赔钱呀不止体现在今年的卖东西上 从去年就开始赔了 去年呀她就炒股 炒股的时候呢她就买了两只股A和B 后来她一看势头不太好 我们知道有什么事和什么事呢 牛事和熊事是这样 赶上势头不太好 她说那我就赶紧把这两个抛出去 然后呢她就是刚刚好那个时间抛的时候 她发现A呀她是按1200块钱去卖的 然后呢一共卖了1200块钱 这个时候呢她盈利了20% 说明她也没花太多的钱在股票里 是这样的吧 然后呢B呢她也是1200块钱卖的 然后她发现她亏了20% 你说她为什么还是以同样的价钱去卖她亏了呢 说明她买B的时候应该价钱比较 比贵 就比较高是吧 后来姐姐觉得哎呀也没什么事 反正一亏一赚都是这么多钱就平了 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不一定 不一定吧 好那我们赶紧帮她算算这个事啊 然后呢说现在呀 说我们先看第一个比较关键的 这个题也是一样 这个过程很多 哪个条件比较关键的 就是卖A卖了1200 非常好 盈利了 赢利了谁的20% 盈利了A A这个成本的就A她买的这个的20% 是这样的吧 对 那A买了多少钱你知不知道呢 不知道 那我们怎么办呢 非常好 那这时候我就设 设A最开始买的时候 花了 可以 花了X元 是这样的吧 那这个时候既然盈利了20% 那就说明 X应该乘以的是什么呢 应该是比他1的基础上 是不是多了20% 就刚好等于他后来的这个钱 是这样的吧 等于他这个1200 这个X特别简单就解出来了 我们快速的解一下啊 这应该是X乘以什么呢 百分之 120 得1200 所以X应该等1200 除以百分之 百分之一百 画成什么比较简单 小数 小数 那就相当于是1200 除以一个 一点二 那做出来应该是 一百 一千 对非常好 一千块钱 说明A买了的时候 花了一千块钱 是这样的吧 那这个时候 它是1200卖的 那就说明 它怎么着了呢 赚了 赚了多少钱呢 赚了200 非常好 那这个时候就用 一千二减去一个 一千的话就知道 它最开始赚了 二百元 二百元啊 好 那我们再看看第二个 说币 它也是一千二卖的 然后这个时候亏了 亏了谁的百分之二十呢 亏了币的成本 币的成本 那现在币成本 是不是也不知道 怎么办呢 设币 我就再设 设一个什么呢 设币 设币买的时候 是这样的吧 花了 八元 我们再设另外一个 因为跟这个 位置数不一定了 所以要再换一个 用什么表示都行 一般来说 用外去表示 花的外元 好 这个时候呢 就知道 说比外亏了 那就说明 外应该是 比外亏了的话 应该是 在它的基础上 减 减去百分之二十 那这个时候发现 是不是刚好是 它卖的这个一千二 那我们赶紧算一下 外就应该等一千 除以的是 百分之 百分之八十 就是零点八 那这个算出来的话 就应该是一千 除以一个零点八 那这个外算出来 就应该等几 那应该是一千 十二除以八 应该上 一 是吧 一了一个四十 四十除以八 应该上 五 所以应该是一千 一千五 非常好 一千五 那就说明 币买的时候 是不是花了一千五 它卖的时候 这个这个只卖了一千 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赔了 说明赔了 一百块钱 对 这个时候我们一下就看出来 你看根本不会算账 它 这时候你发现 它总共是赚了 还是赔了呢 赔了 赔了多少钱 赔了一百块钱 对 所以它总共 其实是还赔了一百块钱 是这样的吧 然后呢 经过好多年的 这个 也没有啊 经过整整一年的 这个数学的训练 报了我们这个 网销的课 然后他这姐姐呀 终于会算账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会算账以后呢 就转亏为赢了啊 然后呢 后来呢 他就说 卖什么 他发现销量比较好呢 就卖魔方销量特别好 大家玩过魔方吗 玩过 有最简单的是 几乘几的呢 二乘二 对对对 二乘二 但一般人玩 都是三乘三开始玩 是这样的吧 四乘四 五乘五的 还有什么样的吗 还有 其实还有异形的魔方 就是不一定是方形的 比如像淘心的呀 什么都有 是这样的吧 开发智力的啊 说最开始呢 他卖魔方特别火啊 那一阵 第一天就卖了98个 后来呢 发现呢 每个就赚钱 赚了44块一脚钱 那就说明 他卖的还是挺贵的吧 是吧 然后呢 第二天呢 他发现卖的更多了 又卖了133个 这个时候 获利是成本的 百分之之40 后来算了算 第一天卖魔方呀 跟第二天 这个所得的钱 是一样多 他特高兴 这个时候 你能不能帮他姐姐算算 他每个到底成本 是多少钱呢 嗯 还是一样啊 条件特别多 怎么办呢 提炼出最关键的 最关键是 从哪一块开始 你觉得是最关键的 嗯 第一天卖了98个 98个 然后呢 每个获利 利润是44元一脚 然后呢 第二天卖了 133个 然后利润是成本的 百分之40 再然后呢 就是啊 第一天和第二天的 这个钱是一样多 求什么呢 求每个的成本 是这样的吧 所以我们先把条件 夺列在这啊 接着我们就看了 说每个获利是利润的 这个这个44元一脚 是这样的吧 这个好像是 读完这句话 我们感受不到 我们再读出第二句话 说第二天卖了133个 每个获利是成本的40% 现在成本是不是单位一 是 就是这种是啊 比特别关键 成本是多少钱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是不是要求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怎么办呢 设成本 为 非常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会设 说这个成本呀 我们就让它为 X元 好 那我们读读 重新读一下 第一句话啊 说第一天卖了98个 每个获利这么多钱 那你能不能知道 第一天它的这个钱数呢 第一天的钱数 就应该是多少钱 98 98 乘以 X 非常好 卖了98个 一个 X块钱嘛 但然后呢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什么钱 这个是成本 是它的成本 但它卖的钱 不是这么多 是吧 它还得赚点呢 它每个赚了多少钱 我们看看 44块钱 非常好 每个赚了44元 那这块如果是你 你会写44元 一脚吗 我们统一单位 都给它画成什么 比较简单 你觉得 原 它画成原 那就是44.1 是这样的吧 这是一个 它卖了多少个呢 卖了98个 那这是不是 它第一天卖的钱呀 是 它说和第二天的一样多 那我们赶紧看一下 第二天的 第二天它卖了133个 每个是不是 首先成本就是133 X块钱 是吧 这个时候呢 它发现 它获得的利润 是成本的40% 所以说明 它卖的钱 就应该是比成本的 这个1还要 多百分之40 非常好 多百分之40 这就是第二天卖的钱 第一天卖的钱 跟第二天卖的钱 是怎样的呢 那这个就是 含有未知数的等式 就是一元一四 这么个方程 列完了 我们解一下 这个数不太好解 我们一起看一下 前面就是98X 后面这块 44.1乘98 你有没有好的方法 我们想想 98个44.1 是不是不好算 多少个就好算 100个 再减几个 再减几个 两个 那100个 它就应该是 441 10 是这样的吧 100小数点往后 挪两位 然后再减去两个 它的话 就是88.2 好好 然后这一块 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它先算出来 我们说 1加40 就应该是 140 画成小数比较好做吧 1.4 是这样的吗 用1.4 我们乘一下 133 1.4乘133 我们列个数字吧 我们说4乘133的话 就应该什么呢 应该是532 非常好 532 然后接着就是133 那这应该是2681 看一下小小数点 那这块就应该是 186.2X 是这样的吧 那现在我们再把这块整理一下 4410-88.2 应该等于几呢 应该等于 43 是这样的吧 43几呢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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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是吧 好了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说这边有98个S 这边有186.2个S 所以两边都怎么办 减掉 减98 非常好 所以现在4321.8就应该等于 它减去98应该等于几 它减98的话应该等于 我给你写一下 它减98应该等于几呢 减于80 87.8 不对吧 88.2吧 88.2 X 是这样的吧 所以现在我们直接就解出来 X就应该等于4321.8 除以88.2 那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根据 除法的伤不变 这个全都扩大10倍 那是不是就是4321.8 除以88.2 是吧 我们一起算一下 你在你的槽高指算 我在我这块算 看一下谁算的比较快 这算4吧 是吧 4乘88.2的话就应该是8 然后4832 就算4832的话应该是35 然后这个是8 然后1减8的话应该是3 然后这块应该是9 这块12的应该是7 然后接着应该上几呢 接着应该上9 是这样的吗 2 9 18 对 进2 然后这个这个是 8 9 72 72 73 进7 对了对了 是这样的吧 嗯 你算你算对了吗 应该等于49 非常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算出来 最后我们写一个答啊 这个时候就知道 每个的成本应该是49块钱 9块钱 通过这道题 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 什么呢 在列方程的时候 是很难的这么一个点 在列方程的时候 为了简单 老师帮你提炼一下几个关键字 哪些关键字呢 有和 或者说和可能也会用其他的字来表示 比如说一共啊 这些都是和的意思 第二个就是差 差是什么意思呢 在题里一般会出现的是 比谁谁谁多 或者比谁谁少 这种比较是不是就代表差 嗯 还有就是倍数关系 谁谁谁的几倍 这些都会用来列方程 最后一个就是相等 是这样的吧 就比如说这道题 我们用的是哪一个关键字 去列的方程 你看看 就是一样多 一样多是什么意思呢 相等 非常好 相等 我们再往回看一下啊 我们说例三这道题 我们是用哪一个去列的方程呢 是啊 嗯 是啊 哦 我们没 没有去列那样的 是这样的吧 我们列的就是说 呃 相当于是是盈利的百分之二十 根据刚才的公式去列的啊 对 我们看看例二这个是根据什么去列的方程呢 嗯 根据的是 呃 是不是根据每句亏损 亏损什么意思呢 就是 是不是差呀 对吧 哎 所以这些关键字特别重要 我们再复习一遍 在列方程的时候会出现四种关键字 第一种叫和 第二种叫 差 第三种叫 倍 第四种叫 嗯 相等 是这样的吧 嗯 对吧 对吧